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老子的车你们也敢坐 高高饶命 高高饶命 高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给我看看凤凰岭的位置 这里 对 如果皇上按兵部所规定的路线去走 太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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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免礼都起了吧 我就是来问问军报到了没有 回太后话 到了 请太后预览 皇帝到哪儿了 回太后话 皇上今天到了凤凰岭 凤凰岭 太后 宣大的将军有没有上兵帖 没有 瓦剌野仙呢 他们的兵马移动了没有 太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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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瓦剌野仙一定会在下雪之前撤退 等咱们的军队到了 能不能见到瓦剌人 都不一定了 请 皇帝走这条古道 还是不太放心哪 请太后放心 只要按照兵部的计划 朝廷的五十万人马推到宣大 足可以让瓦剌野仙 避其锋芒 早早逃走 是吗 皇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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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躺案子底下干什么呀 这不是晒的花吗 奴婢该死 奴婢没伺候好皇上 等这次干掉瓦剌 我把关外封给你怎么样 就杀了 装 又装 皇上 您是对奴婢太好了 奴婢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块地 奴婢不要了 我就想 一直伺候皇上您 那就把你老家那个村子 赐给你 我就是个天餐地缺的人 您把村子赐给我 我又没有儿女 皇上 您要是真答应 您就跟我去趟我家 奴婢才是真高兴呢 传旨 改道 改道 好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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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 走啊 掐住了 使劲啊 使劲打呀 是 是 是 去 是 你愣着干啥 愣着干啥 快 退车 往后边去 来 来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来 一 二 大哥 帮帮推一下车卡住了 车卡住了 你们腿 大家听我耗子 自拉爹 自拉娘 嘿嘿 手人一次能胆成双 吹嘿嘿 这几年不流泪 嘿嘿嘿 狠狗加入了狗狗灰 嘿嘿嘿 好 退出了 快点 快吹出来了 好 吹出来了 好 好 将手加入了狗狗灰 太后 太后 伯谦司的兵铁到了 伯谦司作报 九月十三 航队在大岗停泊 九月十九 十四艘宝船入天津位 伯谦司航队向导 太后一直在寻找的徐滨 已随航队上岸 是徐滨吗 回太后话 他什么时候到 今早已经进京 到了贤良寺了 但还没有提签 他一旦晚上召见 你现在就去贤良寺看一下 是 将军 兵部发来铁赞 问咱们现在的行军位置 肇实了讲 就说 皇上突然不想打仗了 想到山西卫县去 体察民情 是 参谋 将军 将军 前军到哪儿了 怎么跟乌龟爬一样 是有点慢 为什么 王臣大人说 此处临近家乡 不能踩踏轻鸟 他还要讲一点名声呢 他是顾及名声 叶仙的六十万大军 是吃酥的吗 踩 踩了赔 将军 王公公的话 就是皇上的话 就是将军这么去说 也是没用的 谁说有用 这 是 好 我去说 至少让队伍先进了怀来城 这么一条线百开 骑兵一个冲锋 全吃下去了 胡来 将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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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军 庙后面 报送师哥 老六 你们轮两班 走速快点 是 皇上 我去看医院 先马数砍了 打好马轿 你让各营都搭上 死一匹马 我杀得全家 是 皇上 收拾好了 哪里啊 那边